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心靈分享 今天是非常之特別的 其實今天和昨天那一集應該相反才對的 因為昨天星期一 星期一就完成了學神超級網台主持訓練營 這件事是令到我2019年完全圓滿地 大圓滿地結束 這個Workshop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超越我自己有個很大的突破 其實我自己做網台主持做了很久 做了頭尾七年 其實不是七年的 怎樣說呢 有很多人跟我說Aster你問問題很厲害 如果你現在開始看雙咀一刻 不要只過來看Aster心靈分享 如果你是我們會員看雙咀一刻 你會發現我問問題的技巧是非常之到位的 然後我會發現為什麼我問問題這麼厲害呢 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懂得問問題的話 你可以殺出一條血腦 你可以賺食 無論你是懂得問問題的藝術 擺在你的個人成長 靈性成長 或者擺在你去見客 你問對問題很重要 我們做網台主持做訪問的話 我們叫Talk Show Host 問對問題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想回這件事就是 其實我由小時候開始聽收音機 由我中一開始聽收音機 因為我中一開始不看電視 為什麼呢 就是沒有 因為我小學的班主任說 讀書厲害的人不看電視 我又很喜歡他 於是我就不看電視了 由中一開始不看電視到現在 現在我也不看電視 看電影 上網看書看雜誌 我比較看得多 我喜歡跟人聊天 但是電視呢 我就很少很少看的 但是我就中一開始聽收音機 整個中學 到去到poly 去到poly畢業 我沒有停止過聽收音機 甚至乎我以前做 出來做事都是聽收音機 那時候聽商業電台 這個六啤一半 阿余真 曾路德 瓜西門 瓜西文 然後這個林憶蓮 還有這個商台的 幸福玻璃球 還有這個 咖啡茶 譚偉華 如果你知道我說什麼的話 你的年紀也有差不多 不知道是英份的 因為這個是說我中一的時候 我中學的年代 即是N年 十三歲 今年五十六 不要數了 說起數字的東西 就真的 不要數了 哈哈 然後我就看Opera Show 看了很多十年 甚至乎一天 不只看一集 我很多時候 一天看很多集 所以是 基本上是 我做主持這件事 我很想說我是天生的 我是天生的 很難 全部都是一點一滴 即是積累回來的 那這次這個 網台學神訓練營 我自己超越了自己一個很大的 一個 我升了一個很大 我自己 就是 其實做一個網台主持 很不簡單 你要問答問題 找好嘉賓 然後你怎樣推廣這支節目 但是要訓練一個普通人 成為一個主持 就更加難了 那我呢 其實開這一班 是沒有想過 是這麼難的 所以呢 去到第二天的夜晚 星期六的夜晚 我就 熬了底 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因為我自己做事 我要求很高的 那我既然說得出 是要開這個班 要收這個錢的話 那我一定要做得最好 那去到結果 最後就是 是超班地突破的 每一個學員 因為 每一個人的氣質都不同 那有些人很靜態 有幾個學員 很靜態 很斯文 那由你知道 做網台的事情 不是個個都是盡量 那麼可以的 對不對 Isaic 我偶像 I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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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可以的一個人 但是他很Monotone 我想全行只有他一個 是可以這樣 但是一般人是不行 不可以這樣 那 話說回來 我聲音有點沙啞 因為整個weekend在說話 二來 今天全日沒有開過聲 所以聲音有點沙啞 那 Anyway 那 我自己創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 將我所有的 身心靈的知識 我所有的愛奉獻出去 以至到每一個學員都可以有他的歌 即是 那條短片 產生了 那 然後 我想一個禮拜後 一個禮拜後 一個禮拜後 他就是一個普通人 有一個普通人 甚至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很被動的人 我看著鏡頭 就算是一些超級無敵的導師 都可以搖底 我們這次來了很多 很資深的導師 大家都是 哇 原來對著鏡頭 大家完全是 手足無措 不知怎樣 NG很多次 哈哈 真的很開心 說實話 今天真的很特別 今天除了剛剛 這個網台畢業 還有今天 是第333集 耶 為什麼這麼興奮 如果大家有聽過天使密碼的話 這個333 實在是一個非常之勁抽的 天使密碼 或者是一個靈性數字 OK 但之前 我還沒有進入 這個333這一集 還有今天 是2019年的最後一天 真是感觸良多 這今年 我想全香港人都感觸良多 即是經過了過去的六個月 的艱苦歲月 很多人經歷了很多 情緒的上上落落 很多人沒有了份工 然後 然後 過一年之後 又會有很多事情發生 很不簡單 今年 然後 今天呢 就是333了 第333集 又是這個 2019年 12月31日 我自己覺得是很 很感動 今年我創造了很多階職 所以我經常都說 大家不要把你的能量 放在一些無謂的事上 你要把你的能量 放在一些 你覺得重要的事上 對於我來說 重要的就是 雙腳台 重要的是 Extra心靈分享 讀書會 匯志社 和我健康 所以我把我的能量 大部份 大部份 90幾% 90幾% 至9.8%以上 都是投放在這裏 以至到我今年 創造了很多階職 如果你想的話 其實你是絕對可以 自己創造自己的命運 而是和 不同世界掛勾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是一個修行 今天我們講333 一會兒我會講 另外 超級好消息 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Apps 1月1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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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正式開始使用了 哈哈 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和Tony 都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都做到哭了口 然後 最後 就生了個兒子 就是這個Apps版 Apps版有什麼好呢 Apps版就是 分類清楚很多 速度快很多 以及我們會把分類分得很好 以及有很多功能 以後就可以在Apps報名 在Apps報名 甚至會給你訊息 我們有什麼活動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 去報名 就不用再找Rebecca 第一我是快 第二就是公平 第三就是 她做少很多事情 Anyway Rebecca都會退隱江湖 那我就 再要找個另一個新PA 如果你覺得你夠膽做我的PA OK 因為我始終是一個世界上的 Top Sales 我要求都不低 所以 如果你覺得想挑戰自我的話 歡迎你 就Whatsapp我 57416869 就傳個CV給我 OK 我請Part Time 因為暫時不可以請到Full Time 那 大家如果想著等著 等著Whatsapp去 即是去 私立委會 那你快點入會 因為明年 6月1號 就是我們兩週年紀念 兩週年紀念 我應該會加價的 那現在呢 我們收緊480 即是40元個月 因為要賺成本回來 因為花了十萬八萬 也要賺錢回來 是不是 那就又會加價 那 那 Anyway 那快點入會 那就 對了 那好了 言歸正傳 那 333 OK 333 有什麼特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日子 你見到一些數字 例如是 111 222 333 444 111 223 344 111 223 34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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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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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静派,不是很邪門 令很多之前跟隨他的人 跟他買了很多天使卡的人 就非常傲怒 因為女教主已經變了折辣 這件事非常有趣 說到天使密碼 333 假設你經常見到11 你在心心靈界打滾,我說很久 我覺得是嬰兒班 網上資理有很多 如果你發出新聞,打天使命碼 11 What does it mean? 有幾千萬網頁可以看到 一般來說,11是甚麼 如果你經常見到11 當然,如果是經常坐帥巴 那你一定是經常見到11或122 某些數字經常會重複 但111的意義是什麼呢? 叫你小心,你小心在想的東西 宇宙會將你想的東西 manifest 你會深想事成,會加速 那個宇宙會看著你的mindset 或者你的心 然後將你想的東西去深想事成 所以其實如果你經常見到11的話 它是提醒你小心想事 不是小心說話,小心想事 不要想負面事,不要想壞事 要非常小手保守你的心,勝過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中出發 就叫你小心點,因為宇宙是盯著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呢 其實你見不見到111都是真的 不過它只是提醒你的意思 好了,222 222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到底是A好還是B好呢? 或者是你想,你要做一個決定 但你又沒有肯定 或者是轉工,或者是分手不分手 或者是接不接受一個人 或者是去讀書 你是做不到決定 然後你見到這個號碼 222的話 那你就知道 很多天使會支持你 So you can go ahead 你要做吧 不要有後顧之憂 因為你會有助力的 OK 好了,333不說 因為333是高峰 那4444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看到4444的話 即是說 你在你身邊有很多天使圍繞著你 甚至乎一些大天使 OK 如果是 即是你不用怕 你是有人保守你 有人幫助你 有人扶持你 這樣 如果是4455的話 就告訴你 生命將會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5是一個大變數 OK 然後是555的話 那你就好 Fasten your Sit Bell 就是綁緊安全帶 因為有很大的事情會發生 我以前曾經很怕見到555 通常有很大的事情會發生 可能是搬屋 譬如油麻地 突然間不能住 突然間要搬走 或者是沒有工作 或者是 一些很大的事情發生 令到人生轉 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你可能是 哎呀 那死了怎麼辦 那沒什麼怎麼辦 那555呢 所有的改變都是好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當然改變那時候你不覺得好 因為 人都是 始終多多一點點 都是 擔於安逸的 都是想不變 想繼續安定繁榮 但是始終人生是無常的 人生是無常 生命是無常的 為了能夠接受無常的話 我們才可以 不會變得瘋先 走去自殺 變得抑鬱 你接受 人生就是這樣 地球就是這樣 天氣轉變 然後 政治動蕩 然後 然後有功 沒有功 香港不是再有 70年代 80年代 香港 是這樣的 無常 如果你越是接受的話 所有的資料 來到你身邊 它只是一個資料 資料是空性的 那你就可以利用所有的資料 去做就你要做的事情 OK That's it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住腳 抱著一些東西不放 抱著你的婚姻 抱著你的工作 抱著你的兒子 抱著你 whatever 就算是健康 你也是抱不住的 你 either 天天去做運動 吃菜 吃水果 跑步 早睡早起 不要解煙解走 噢 你接受 你有病 事實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OK 好了 666 有很多人說 不是太好的 號碼 我以前也是 逢是55666 我也有點怕怕的 666 大家知道 是不是 但是中國人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因為中國 66 是三三不盡 六六無窮 66是一個非常好的號碼 這樣 好了 不說這個了 廢事大家有問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好了 然後777 777是什麼呢 7是代表神的 有靈性號碼 有4個 一個是3 一個是7 一個是10 一個是12 為什麼呢 因為3是代表耶穌 那我可以講 開始講這個333 333有很大的意義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在聖經裡面 333出現過 456次 OK 我有沒有講錯呢 是467次 聖經出現了 然後 聖經出現了 三個大天使 一個是Michael 天使米高 一個是Gabriel Gabriel 叫做 加伯利 或加伯利 然後第三個就是Lucifer Lucifer 就是路西法 這三個是大天使 是站在神的左右 還有耶穌 為什麼3是代表耶穌呢 因為耶穌13歲的時候 是在市集那裡不見了 然後 然後 眾說昏雲 其中一個最多人說的 就是耶穌去了印度 學習的 真正去哪裏 就要有機會見到他 老人家就問他 OK 然後耶穌再出現的時候 是30歲 他不見了 足足是17年 然後他30歲出現之後 就立即就開始 做很多獅子 很多神跡 然後耶穌做什麼呢 就離不開三樣東西 醫治 趕鬼 傳道 醫治 趕鬼傳道 醫治 趕鬼傳道 然後耶穌死的時候 是33歲半 33歲半 然後他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他是在那一天的第三個小時 第三個小時 OK 然後他死的時候 是下午三點鐘 下午三點鐘 當耶穌死了之後 整個天黑了三個小時 整個天黑了 而那時候是三點鐘 到六點鐘 其實應該天亮 他黑了三個小時 所以 如果你認識我的朋友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和我Whatsapp過的話 我呢 逢親打那些 Emoji 即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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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打三個的 為什麼 聖父聖子聖靈 所以是 不過 我想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如果認識我的人 就知道 我永遠打這些 Emoji 一定是三個的 OK 甚少時間 我打兩個 或一個 通常 如果嚴重的時候 我就會五個 OK 但通常我會三個 總之 我每一次都打三個 因為是聖父聖子聖靈 然後 提醒我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 這樣 那你現在知道 其實這個 神 或者耶穌 我不想說宗教 而是 耶穌在我心裡的 那個位置 有多重 我始終是相信 耶穌是 hold著整個宇宙的那個 key 那個鎖匙 所以 當有人跟我說 祂是耶穌的轉世 我真的 我不會聽 因為耶穌 怎麼走 祂就會怎麼回來 所以一般人說 祂是耶穌 我不會信 然後 在聖經裡面 也有很多三的事情 OK 就是 Trinity 這個三位一體 是不是 然後 還有什麼 所以當你經常見到 三或者三三三的時候 你應該想起神 想起耶穌 以及想起大愛 想起大愛 想起要感恩 想起神的恩典 想起生命的各種恩典 要感恩 因為感恩是所有成功 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的成功 事業的成功 經濟的成功 工作的成功 生意成功 是Key來的 成功的兩大要素 OK 第一 Integrity 誠信 第二 Gratitude 感恩 一個人 如果他只有兩個優點 OK 只有兩個優點的話 就一定是這兩個 誠信 感恩 Integrity 和Gratitude 所以是 其實如果你拿著這兩個優點的話 你就知道你應該怎麼做 你還會不會去破壞呢 你還會不會做很多 你只要用這兩個準則 就是 這件事是否合乎誠信呢 破壞是否合乎誠信呢 或者是粗口爛舌是否合乎誠信呢 是不是感恩呢 OK 那你就知道你應該怎麼做 你不需要去看任何的新聞 或者顏色 OK 因為 很容易的 總之誠信感恩 誠信感恩 如果你守住這兩個優點的話 你能夠通行天下 你能夠上天堂 你能夠在人間製造你的天堂 就算是去到最苦的地方 你都會將它變成一個樂土 因為感恩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333的話 就要感恩 如果是在你的關係上 或者是在你的事業上 總之你想問那個問題 到底這個333 我常常見到 這樣 到底我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想一想 你自己入面的內在神聖 想一想 你入面的那個神聖 OK 中國人特別是佛教 很喜歡合乎的 合乎 其實什麼意思呢 就是 I worship the divinity or divinity in you 就是我去 我 acknowledge 我是加許你入面的內在神聖 就是我向你內在的神聖鞠躬 這樣 這個其實合十 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樣 OK 好了 那就 333 所以天使物物很有趣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研究多些 我猜很多 你看著我節目的人 你自己都是高手的 都不用我講 我講這些是很 很表皮的 而已 也有些號碼 例如539 我以前 住在葵興 我們住在539 那我的死檔 的號碼號碼 也是有539 John O 的號碼 又有539 他就 9 嘟嘟嘟嘟 然後這樣 總之有539 的組合在裡面 然後 然後有幾個朋友的電話 也有539 我經常都會見到539 539 或者539 或者539 這樣 這樣 就有它的意義 如果 你經常見到八的話 我最喜歡見到什麼字呢 當然是八八八 好靚啊 靚得不得了 每次見到八八八 我就一定有橫財 有橫財 有偏財 有正財 總之有夠錢過來 好靚啊 每次都有的 這樣 所以呢 哈哈哈哈 非常之開心 如果見到999 又怎樣呢 999就是 提醒自己 你要開始你的靈性工作 如果你說 這段時間見到九九九 不知道為什麼 見到九九九 就是 提醒你了 你不要再 跪了錢賺食 你就要想想你自己的使命 想想你自己的靈性 那一方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匯資呢 相聚一台 會有一個 99會所 因為 99是一個 spiritual completion 一個靈性的圓門 所以是很好運 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收錢 永遠是99 199 299 399 然後 我見到 有些 新心靈中心 或者是人們的收費系統 都開始抄襲我們了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還沒說這件事 沒有人敢收錢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收個八字 很喜歡收380 380 380 688 680 但我永遠收到399 299 199 所以我們叫Club 99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不是 算了 算了給你 我都說 你拿回1元 為什麼 因為是靈性數字 99 那有些人說 沒有了我把1元給你 總之你是給了99 你知道 我們不收100 200 300 我們收99 1992 1992 1999 很多人的收費 就變了99 信不信 我寫包單 一定會 沒所謂的 那 大概是這樣 天使密碼 所以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今天 和大家一起過 2019年的最後一天 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會揭盡所力 繼續做這個節目 還有什麼好說呢 記得快點入會 對啦 因為我們真的非常需要你支持 特別是做了這個apps之後 我們那個 真的 又 那個 花了很大塊錢 總之就是這樣說 我都要想回 1月份 可能會多些休息 或者推廣2月份的活動 那 我們 接下來 1月1號 就會行山的了 我們就會教大家 這個向宇作下訂單 怎樣去下發 OK 然後 接著會大家一起集氣 就是會做 Meditation 我們會去攬樹 我們會野餐 會聊天 然後晚上一起吃飯 那 所以 然後 我就會休息了 可能沒那麼快 會再有活動了 所以大家還未報名 快點報 我們只是收緊399 如果新會員的話 就會便宜100元 非常之划算 是不是 那 因為 平時我們收去下訂單 只是去下訂單 都要收680元 那 今次全day的活動 真是划算 還有 大自然療餘的力量 是非常之大的 快點報名 這樣 1月5日 高師傅 就會有一個 2020年的 吹旺吹愛情吹才 的講座 很便宜 只收緊 而且高師傅 會請大家吃東西 他跟我說 Esther 我會負責請學員吃東西 請來賓吃東西 參加者 我不用出去吃東西 高師傅 我們一向收錢就收錢 而且199很划算 可以和你改運 還要請吃東西 他說 對呀 我想請吃東西 隨便吧 你要請就請 好 講到這裏 還有什麼留呢 還有 2月4日 我們就會開 我們的口才訓練班 第14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考慮報名 可以打回69983791 69983791 Either我接 又或者是新的PA會接 這樣 口才訓練很重要的 而且 你會 當你上過我們口才訓練班 你整個人 我敢說 會脫胎活骨的 特別如果你是做銷售的 做導師的 做國行割業 或者是學生 都非常適合獎的 那你就可以打這個電話 拿資料拿 OK 好 如果你喜歡這節目的話 給個LIKE我們 留言回意見 按鈴鐺 看廣告一分鐘 轉載分享 快點到我們商長台成為會員了 OK 好 拜拜